从顶级薪资1.1个亿 狂叫到封顶60万还是睡前的 到手只有40多万 这个就是广州恒大足球队刚刚出炉的薪资标准 而中国男足的高薪待遇 从今天起可能也要一去不复返了 2018年底恒大买断巴西球星保利尼奥时 曾经给出了1.1亿元人民币的俱乐部薪资记录 但现在恒大已经送走所有外籍球员 也和规划球员和平解约 现在的恒大优秀主力 从原本500万封顶变成了60万 而且定编人数只有3人 主力年薪封顶42万 定编人数6人 主力替补封顶30万 定编6人 替补封顶14.4万 定编人数15人 这么粗略一算 各个位置的人就算都拿到封顶的薪资 平均薪资也只有27.6万 实际情况可能还会更低 这个钱能够招到那些成名的足球运动员吗 恒大这是摆烂吗 与其说摆烂 不如说是洗心革面 从前的恒大踢的晶圆足球 砸钱刺激球队发展 促进中国足球市场发展 18年 恒大仅仅是支付给俱乐部职工 以及为职工支付现金一项 实际上也就是职工薪酬奖金 税后高达14.52亿 这税前20个亿没得跑 可是这一口气吃撑了的球员 随便打一两年球 就能成为千万富翁的球员 过于轻松挣大钱之后 球员反而在能力水平精神属性下降的很大 球来了缩头缩脚 拔苗助长 最后换来的是3比1输给越南 所以恒大呢 现在也是没指望高薪球员留队 那么那些成名球员觉得薪水低 可以随时离开 而恒大新赛季 很可能将由恒大足校 培养球员全面上位接班 把培养球员作为俱乐部的首要目的 而且这么低的年薪 全队一年仅需要3000万就能活下去 广州足球的品牌能坚持下去 这样想的球队 不只是恒大 武汉足球俱乐部官方发布了一份 关于足球投入的调整说明与声明 要商讨新的薪酬方案 此前中超本土球员最高年薪已经下降到了500万元 而新一轮的降薪计划为税前300万元 中国男足顿顿吃海参 天天发大财的阶段 暂时要告一段落了 过去10年 中国男足曲线下滑 让整个中国都意识到了 给球员钱一年几千万 甚至上亿都可以 只要你真的能踢 足球市场真的能健康发展起来 可事实证明 钱是喂不出伟大的球员 也喂不出伟大的体育精神 也喂不大中国男足 所以此后10年 中国男足可以证明自己 想挣钱 自己打出成绩来 年薪一个月 在下一个10年等你 加油中国男足